這個旁邊 它有這個交叉的內容 好像可以聊聊外套 嗨 嗨大家 有人嗎 有人了 我們遲到了是不是 真的遲到了12分鐘 不好意思 晚上好 今天的主題是 楓葉色傳達 是嗎 我們今天分享的話會送 一套 紅色的質感系 這套裝 剛剛預告裡面圖的那一套 890 一整套 對 紅色的 嗨 林萍 以為沒有直播了 對不起 反正還沒有 等大家來 不然我先聊一下我耳環 好啊 對啊 我們是一樣的 我的耳環是上週五的 對 上週五的 上週五的 就是所勝無極 很可愛 珍珠的 嗨 琴悅 蕾絲斷帶配沙的 做不對稱的感覺 我覺得 我剛剛好像比較大了 我也有耳環 嗨肉依 我們也要開始了嗎 好像可以了 讓大家看一下我們兩個 今天是上下相反 顏色 剛剛在看的時候 對方覺得好像有點 神絲 這樣很明顯嗎 而且你們髮色也是跟這次的主要 對 我的頭髮有點蠻太淺 還好深一點 好 我先講一下我今天的身材 因為我們今天要介紹 楓葉色系 楓葉色系我覺得是從卡其色 就是拿天才到比較偏紅的色系的 其實都讓 我都會覺得說這是屬於秋 秋冬色系 因為我唇膏也特別 有巨大 秋天 都是同色系的 暖色系 霧霧的感覺 今天我們要穿什麼新婷呢 今天就是要把 楓葉色系的 楓葉色系都穿一件 都是新婷裡面有楓葉色系的 把它挑出來 就是要給大家 因為之前看大家好像蠻喜歡 那個乾燥玫瑰色系的 但我發現今年大家很喜歡 橘色、卡其色、杏色 因為連我自己都很喜歡 我以前沒有那麼喜歡 還是我想說會被我變成熟了 因為以前會覺得這個顏色好像有點成熟 大人系 因為之前我覺得去年好像是 比較流行裸色 但是今天又比裸色再多一點點的 對 今年好像很流行粉紅色 今年比較往卡其 卡其的路線 對 色彩學你有學過嗎 有 色彩學有一點 對 所以今年比較流行暖色 暖色一點的 對 然後可余身上穿的是杏色的上衣 對 可余身上穿的是後開下造型體 就是它後面有 所以我身上的這件只剩下卡其色 它也是楓葉色系 它就是我身上這個 是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 對 有很多人說新品很美 可是都已經買完了 對 我們今天搞不好也是 都搶不到 我今天剛剛買公司 然後我看那個官網 就說 都買完了 到底要分享什麼 對啊 但是 我有問過工廠 廠商 就是 這一件 戴雪梯後開超戴雪梯 其實可以 就是我們會追加 對 然後但是 可能 時間到 可能是先買到的人餐就可以先穿 對啊 因為就是 數量其實不少 但是 大家都很踴躍 那現在從我身上開始 最主要是 小楊身上的 對啊 我們版型 商品有在調整 風格 長度 質料 對啊 沒錯 這一件呢 就是特價到明天早上10點 是單件399 然後 現在剩下的顏色 只剩下卡其色 很可愛 後開一串 對 綁帶跟這樣 它是可以自己拆掉的 對 然後它是真的被打開 對 然後剩下的 笑 笑 所以如果喜歡這一件 然後又想要 打 就是買折扣架的話 剩下卡其色 應該 也沒有很多 對 這個沒有 只剩下卡 我剛剛確認是剩下卡其色 所以如果想要就是 單件399的話 要 可能要趕快去那邊 因為很快就會買 一剩多少件 對 那我順便去上裙子 好 裙子也是這次在做活動的 單件299 也是到明天早上10點 所以看完直播就可以去買了 現在的那個顏色 是什麼應該好像 都還有 裙子都還有 黑色好像沒有 黑色 對 黑色因為你上禮拜差 喔對啊 太前秀喔 所以我上次也傳出來 很多人詢問 他也是同屁 對 客服就一直收到問題說 這件裙子到底什麼時候要上架 就是現在 所以黑色只算S 對啊 昨天我看它就已經差不多 可是其他的顏色都還要適合 我今天我這禮拜穿的是卡其色 就跟這樣搭就會有那個 風液啊 風液的感覺 就是同色系 而且我有搭到一個咖啡色的靴 很可愛 我今天錄秋天 同色系 也搭配 我本來就想說這次新品都是長袖 然後 我就想說怎麼辦 今天就下雨了 對 今天都變了涼 我剛剛已經開始做很熱 好期待 趕快 希望趕快變冷一點 我也好想要趕快變秋天 站在我們這邊 對 哈哈哈 今天的天氣 我就覺得真的可以買了 對 嗯 袖子是偏長一點嗎 可能我手比較短 沒有沒有 它是要蓋住一半 超長袖 對 會蓋住一點點水 對 會蓋住一點點水 對 偷看一下 大家有什麼問題 Ruby會幫忙看 版型比較寬嗎 上衣 上衣是比較寬的 然後這個沒有內刷毛 然後裙子的話 剛後面是鬆緊帶 是鬆緊帶的 所以其實應該可以拿 看起來是蠻舒服的 嗯 然後好像可以拿 如果你是借在S跟M中間 你可以拿S 喔對 因為這版型有稍微的 因為後面是鬆緊帶 可以撐等 就要看 然後它這邊做開剎 欸 這我上架都是開剎 對 開剎然後的設計 就是有不規則的前轉 就是有一點點不規則 它讓腿型看起來更熟 比較修飾一點 看起來比較爽 超瘦 腿超長的 腿超長的 有 我看到腿超長的 等一下 這樣子搭配 我們這樣可以跟我們截圖嗎 定格三秒 對 對啊 就是 我會覺得 因為我覺得今年大家比較喜歡 有點點大人感覺的穿搭 但是你的餐品是可 是可愛的 但是你穿起來 大家配起來的感覺 會是比較 比平常的很甜美的女孩 再多一點點 比較有質感一點點 不會太多 對啊 所以我昨天那個Ruby 那個發那個直播 遇到當半糖 尾糖去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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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然後像我身上 因為我今年也是比較喜歡 就是這種封面色性的 穿搭 然後所以我就是很喜歡 配一個杏色 像我今天我覺得穿很大 就是 因為這一件其實可以不用穿 一口 所以我故意拉 它可以穿行件 一字領上衣 然後我就會配那個 深色的海奇色 然後配杏色的褲子 褲子的材質是不是綿麻的 綿麻的 我要講一下這件褲子 就是有一個同事 他就是去看 他就去摸這個 嗯 然後他就說他看官網看不出來 他的質感這麼好 嗯 不知道他實際上綿麻是質感很 這很好啊 這要怎麼露出這個質感呢 你可能鏡頭要往下 鏡頭要躲躲 我後面一點 對 我把它 這樣子 小心不要跌倒 它是有質感的那種綿麻 它這個有 除了這個杏色之外 還有黑色 它是真的綿麻的那個 有一粒一粒的 這個褲子是質感 仿綿麻 休閒寬褲 590 有三個尺寸 兩個顏色 想像今天好像貴婦 哈哈哈 對啊 今天是不是有點成熟 我等一下把塑膏放下來就好 因為想說今天可以可愛一點 然後我就走地走地 其實我覺得我們這裡賣了 那個 新品有一點 雪月光 我覺得這樣有一種 那種 雪月光 因為我們鏡頭有點歪掉 那上衣要不要我介紹一下 上衣很可愛 上衣是這樣寬衣 從那邊看應該比較清楚 這邊 寬寬的袖子 然後它特別這邊還 有一點開叉 小楊上衣是舒適簡約一字零上衣 然後有 白黑卡紅 它現在穿的是咖啡色的 咖啡色 寬褲會透嗎 有人問 會 哈哈哈哈 可能要穿淺色的 可能要穿淺色的 因為如果 因為這個是細色 我沒有設計內衣 因為想要讓它比較透氣的感覺 那你穿那個 膚色的內褲 就看不太出來 對啊 因為有點穿比較粉膚色 可是這穿起來很舒服的吧 很舒服啊 而且這個褲感因為很寬 所以我覺得 有點像裙子的感覺 然後 上衣還有黑色 這好像都可以搭我身上的 其實這個顏色也是 也是 也是楓葉的顏色 它是暗紅色 這顏色好可愛 好啊 紅色也很可愛 搭米色 而且褲子好白搭 就是白搭 這褲子好白搭 短裙 我身上的短裙小羊也是穿S 對 因為可餘 這樣也是很瘋葉啊 都這樣嗎 這個顏色 這樣好像真的要去看 看瘋葉 哈哈哈 會有那個戴奧外帶 會不見 剛剛有人問有沒有耳針的耳環 這禮拜我現在戴的這款就是耳針的唷 剛剛很多人問 這是這禮拜是耳針的唷 所以有耳洞 有耳洞的女孩 終於也有耳針的了 這個很可愛 它其實是斷帶 然後有 有黑白格跟綠色 然後這邊是像木頭的這個 對有點木頭的感覺 兩邊好像也是不太一樣 這邊是黑白格文配綠色 對這邊是綠色的 對這邊是綠色的 也是啊 它是墨綠色 覺得很可愛 我的褲子背面是鬆緊 小羊身高158 158 感覺褲子很容易用髒 太好啦 沒有 因為它有點 它是綿麻色系 所以髒的看不出來 喔喔對 不是這種全素素的感覺 那小羊要去換上衣了 沒有我要先忘記 我要忘記他了 你要忘記你講這個 就是如果就是你不喜歡 這麼大的感覺的話 因為我剛剛前面有說 我們是比較 今年我自己比較喜歡 比較簡單一點 那你如果想要可愛的話 我覺得可以搭這個 就是白摺裙 這也是這禮拜的新品喔 這個白摺裙 它很漂亮 它怎麼形容 就材質應該 有點學防 對今天有買 秋冬有買就是PALO的商品 應該都知道說學防 不管在什麼材質方面 我們都已經有提升了 然後我覺得說 像我身上這個 我搭這個 你們兩個今天這樣好搭喔 對啊 因為我們還可以一起換 它連這裙子都搭好 而且還會把我的那個 完全蓋住 對 好像我已經換了 等一下已經穿上去 我這樣就很像穿著對不對 所以我是穿這件卡其色 等一下Molly會示範給大家看 這樣很可愛 因為學院風 因為你這樣好像沒有那麼承受 秋冬的時候穿短鞋就很可愛了 牛津鞋好像也很可愛 你也覺得我很高嗎 你也覺得我很高嗎 你真的不知道 想說好像比較瘦一點 不是本來就比我高嗎 為什麼我還要墊腳 這樣腳好像很可愛 然後擺著 白色沒有黑色 對 因為我做深藍色跟紅色 對 想說比較也是學院 那時候想要比較學院風 白折有杏色 咖啡色 紅色跟深藍色 是590有三個尺寸 搭床群也好看 對啊 等一下我想去搭一個風 那我們Peggy Peggy有穿好要給大家看 還是有那個運動風 對 對 對 事先從運動風開始 然後等一下會再換一套 正品的衣服 然後我現在要穿的這一件 也是楓葉色系 它是Sync色 然後它是飛行外套 我覺得這款特別的地方是 是它的那個領子 很可愛 它是一個飛行外套 但是它是不走帥氣路 對啊很可愛的 日本不是很喜歡什麼甜心mix 對啊 所以像有些人不太敢穿飛行外套 或是怕太帥了 就可以先從這款先下手 就會比較可愛一點 甜美一點 然後我現在大概是 調完上衣馬加牛仔褲 就會比較休閒 然後 偷偷告訴大家 Peggy身上的上衣跟褲子 都是下禮拜的新品 這兩個都是下禮拜的新品 那我覺得你可以先給大家看看這個秀 就是那個 我等一下換粉紅色給大家看 我就順便露出秀 現在知道Peggy身上的是姓色吧 對姓色 那這個是 芭蕾女孩 那這是芭蕾女孩 荷葉邊飛行外套 它有兩個色 一個是粉色 一個是姓色 要不要轉個圈給大家看 有人說外套好Q 對 然後它這邊一定要做的袖口 是鬆緊跟下板鬆緊的 單邊的荷葉邊 然後它還有一個粉色 我換 因為我剛剛也是穿粉紅色 但是突然想到我們是 因為我覺得這個粉色搭質感到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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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型外套有分三個尺寸 SML 我換一下粉色 然後這邊介紹 這邊投開 因為我很喜歡你身上這個上衣 欸 我喜歡它的牛仔褲 對對對 這個 我幫你綁一下 我幫你綁一下 你先繼續介紹 好我來繼續介紹 這個 就一樣是基本款的條紋T嘛 然後它這邊是做寬遠臨的設計 然後不一樣的地方是它的 它的袖口是有蝴蝶結的 是有蝴蝶結的 綁帶的 小設計感 所以你的 在 你的動作會非常有分量 就是很飄逸的感覺 很可愛的感覺 然後它的蝴蝶結是可以自己 自己挑著 自己綁 有人說想看條紋上衣的背面 好 然後這個背面還有一個爆點 就是這件牛仔褲 很可愛 期待 這件牛仔褲超期待的 超可愛的 超可愛的 下禮拜的 真的超可愛 搶先曝光 這件超可愛 衣服 它的斷帶 很可愛 對啊 我覺得我有綁帶 然後褲子也有綁帶 它今天就是一個 禮物啊 所以今天就是一個帶菜的 我這樣穿好像背後綁尾巴 有綁帶好可愛 對啊 好可愛 好妳要不要繼續介紹外套 好可愛 等一下 妳這樣一直這樣大家現在也買不到 大家是不是驚艷到這件牛仔褲 妳明明是當年天女 可能要先買飛行外套 有人說好甜 就是因為這樣很甜 所以她就穿了這個 飛行外套來中和一下 對我全身都很甜 可是全部融在一起 好像看不太出來 有人問外套會很厚嗎 外套我覺得就是一般飛行外套 它是有做兩層的 看不太出來 褲子是下禮拜的新品 下禮拜 然後這個是粉紅色的 粉紅色很可愛 就是很可愛的粉紅色 大家被這一套給燒到了 燒到了 下禮拜 10月16號要收冰關網 早上10點 真的被這一套給燒到 啊我剛剛忘記 我剛剛忘記跟大家講了 就是 無限金額免運也是到明天早上10點 無限金額免運到明天早上10點 好緊張 只剩幾個小時啊 所以妳還可以先買飛行外套 所以如果妳現在 先買這件 就會忘記 然後還有就是大家很喜歡的翻牌遊戲 就是可以翻折價券的也是到明天早上10點 其實可以翻牌遊戲 一起用翻到的金額跟明日一起 這樣很划算耶 超便宜的耶 這樣也太划算了吧 但是翻牌是不是這樣 最高聽說有兩百塊 可是翻牌好像要滿千才可以 滿千 滿千才可以吃 可是因為滿千它再折兩百就變兩百 還是很划算 然後用臉 對 可以退到牆壁嗎 我玩超多次的 退到牆壁 你最後再來一個Post 下一位要出場了 轉一圈好了 台灣衣是下禮拜星星喔 台灣上衣還有出什麼顏色 是蜜蜜喔 下禮拜大家可以看觀望 好那我們換你下一位 下一位 誰要選諾欣 等一下我要先換妳說什麼 是換新造型的雅雅 昨天晚上說她們好可愛喔 人認得出來是誰嗎 新髮型 對啊 新髮色 太可愛了吧 很適合秋冬欸 真的嗎 因為我自己是喜歡短髮髮 之前變太長之後看起來好像沒有精神 對啊 然後我今天穿的也是那個 秋天秀什麼 楓葉色系 楓葉色系 然後我穿的是連貓外套 外套很好看 對啊 是寬袖的 對寬袖的 然後她的這邊 就是羊羊的寶寶 對我的寶寶 這個 是寬袖的 她的那是有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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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手可以穿的 我只能在身邊穿的 我只能在身邊穿的 那妳可以來嗎 那妳可以看 手 灰色的 張江的是灰色的 這一個 是棉外套 她的不繡編 她的不繡編 不繡編 她的不繡編 而且她的拉鏈我覺得很好啦 拉鏈 拉鏈是YKK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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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家外套是 品質保證 MIT BOYLISH 不繡編 臉帽外套 有三個顏色 黑色灰色跟卡其色 像芽芽身上的是卡其色 然後灰色是這個 灰色是 只有出現手的這樣穿 有人說人比衣服Q 完蛋了 帽子是去年的 帽子是去年的 可是因為我 不是 因為我穿的是那個卡其色 然後裡面是條紋 所以我就沒有配這次 這次的 但是我可以 妳要帶給大家看 那其實我帶這個好像也可以 它只是怕會太滑 對我是怕會太滑 快點直接出芽芽的頭 這樣 可是這個是不是沒有貨了啊 對 再賣完 可能要等不過 我也沒有買到 而且很喜歡買帽子 就是 這樣 戴起來的樣子 可是裡面是條紋的 我就不會再搭 走路 這一個帽子也很可愛 然後 裡面 養牙現在身上穿的這件 是彈性條紋開叉秀上衣 它是兩件598 然後有白底黑條 黑底白條 然後它有分尺寸口令 它是秀頭 也有SML 不是打折 秀口開叉 這邊 可是它的袖子比較長一點點 這樣 看得到 然後如果我自己穿 我可能會把它折一點點起來 它是比較有點貼身的那一種 嗯 有一點點貼身 然後 毛利 毛利也是跟我穿一樣 毛利也是跟我穿一樣 毛利穿的是黑色的 毛利好像要退後一點 我移一下 可是妳還能介紹妳的吊帶褲嗎 等一下 還沒有介紹完 芽芽身上的吊帶褲是帥性男孩感直筒吊帶褲 對 然後一個顏色三個尺寸 790 這次這個口袋是做外貼的 外貼式 然後之前都是直接是做卸編的 然後 因為我沒有很高 所以我褲口有自己遮起來 有人為Model身高 你說網 你說官網上面 你啦 對 然後153 然後後面是 這邊到腰 哦 它沒有做全 它只有做一半而已 所以那1553也是可以駕馭這個吊帶褲的 對 然後如果我穿高層的鞋子 我會只能高一點點 然後如果是穿低筒的護鞋 我就會直接這個 放下來 對 這樣 然後Molly跟我穿的是同一件 我的是黑色的 然後它袖子也是 很長的 黑色的 然後這邊有開草 Molly身上穿的跟剛剛芽芽是同一件 然後黑底白條的 然後Molly穿的裙子也是下禮拜的新品 你可以先轉一圈 是魚尾裙 是短的魚尾裙 它其實是褲子 裡面是褲子 哦真的哦 我不知道欸 我也不知道欸 是16號的新品 是誰的 16號的 這個是牙牙的嗎 跟剛剛的蝴蝶結條文T 還有蝴蝶結牛仔褲一樣 都是16號的 然後 調的袋子會不會掉 應該是那個吊帶褲 對 有人說裙子也很可愛 來 去轉個圈 而且裙子好像也有很多 很多顏色 請問身高 我150 你們有沒有覺得Molly長得很像誰 我不會覺得 裙子有幾個顏色 16號的時候可以上官網確認 10點 對 禮拜一10點 盜帶褲好看有嗎 有啊 銜帶褲是 帥性 這什麼 銜帶褲是帥性南海桿直筒的 銜帶褲 是這一件 剛剛穿穿的 Molly裙子會太瘋嗎? 我覺得蠻剛好的 就是 它一點點是剛好的 就是它可以 塞衣服 還有 我覺得你這個 袖長很可愛 它很剛好 黑色的 黑色的 就是很瘦 這個黑的 黑的很牽手 因為它薄薄的 所以如果再冷一點點的話也可以戴一下外套 也OK Molly 好還有下一套要去換 換我回來了 我今天 我現在走學院風 是楓葉色系的 是換成楓葉色 最近很喜歡 這樣子的 色系的 暖暖的 我昨天發現 因為我們不是都穿小白鞋 但其實小白鞋搭 風葉色系 不會 就是 我就會搭黑色的 那種 學生鞋 那叫做什麼 牛筋鞋 對 牛筋鞋 牛筋鞋 學生鞋 牛筋鞋 感覺會更 就搭小襪子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蠻可愛的 這樣會 這個學法以前我覺得很可愛 而且好飄喔 然後外套是 之前那個泡泡秀外套的卡其色 然後你這樣配杏色 或者跟橘色大家一起蠻可愛 然後耳環 這個好像賣屌 我是覺得我自己這樣搭配 所以我 我那個 喜歡這樣 就是有一點點可愛的感覺 外套那個 現在有預購 外套 就是官網上面已經補過 就是有 可以預購 對對對 然後我穿這樣子的感覺 其實就是跟 今天的主題 有點符合 就是 外套還有 外套現在還有 是預購的 然後 我身上是我剛剛穿卡其色的 就是宜智玲的上衣 就是 剛剛這個側面有 有點暗紅色的感覺 這次的袖口都是寬寬的 有開拆 就很可愛 而且它這邊有特別做這樣的設計 蠻可愛的 對 聽見的感覺 就是有點 就是 古代 古裝巨的感覺 這樣子很可愛 因為我剛剛 是綁嘛 我現在把它放下來 我覺得有點 學願的感覺 有人說這個穿搭很有氣質 謝謝 我覺得好像可以像這個裙子 就會變得像 對啊 很乖乖的 就是 鋼琴 對 很鋼琴的 你看 我覺得今天大家穿到好像都有點點 大 大學生的感覺 大學生的感覺 就是 因為像 黑皮和 雅傑都 是我們在一起 我們在一起 一起來嗎 雅傑今天好知性喔 知性 雅傑他現在轉型 你聽家那種說你為什麼改變 嗯 因為之前姊姊有幫我搭配 然後我覺得 偶爾穿就是 比較成熟一點 好像有點不錯 就是有點 轉大的 很平衡 哈哈哈哈 是你的襯衫感覺嗎 就是他的 他的材質是很舒服 柔軟的 還是我們到前面看一下 他穿起來真的超舒服的 對啊 他的材質要怎麼形 你看 而且還蠻透氣的 是有一點棉麻 但是 學訪家棉麻的感覺 就是 沒有寬褲這麼的 理棉麻系 對 可是他看起來又像是棉麻 對 穿起來是涼涼的 是涼涼的 而且很舒服 然後雅傑的褲子也是 有點西裝褲 他也是楓葉色系的 你剛好介紹 嗯 褲子的厚度 褲子 他其實也沒有很厚 就是很適合這個時候穿 你不會覺得沒有安全感 不會 對 雅傑身上的褲子是經典修身 口袋西裝褲 我覺得也是有點學院風 嗯 就是除了他身上的咖啡色之後 還有黑色 對他還有黑色 我覺得這件襯衫好像可以買耶 就是 很舒服 然後在睡覺也可以穿 我看他有咖啡色 咖啡色我蠻喜歡的 對 但沒有咖啡色 這邊沒有 這邊有深藍色 對 咖啡色我想要耶 我也想要咖啡色 不好意思大家可以上這網路嗎 哈哈哈 好不好 超適合秋天的顏色 有人說雅結長大了 正衫一點 我覺得白色好像還可以搭 嗯 不然就是裡面一定要穿 他今天穿的是bra tea 嗯 對不對 因為他後面有一點點辣 白色的bra tea 就不太會透出來 真的耶 後面好辣喔 有人說希望快點入秋就可以穿 我覺得今天就可以開始穿 今天蠻涼 今天蠻涼 成熟美 然後 再介紹裴品身上 好 我現在換另外一種紅色 然後 一樣這個是這禮拜的性品 也是超長袖 超長袖 然後他的材質很舒服 他是很軟的這種 免質的感覺 我覺得他是有點末代兒 好像是 很舒服 然後他 一樣他是頂口很寬嘛 嗯 然後背後他是做 很漂亮的 背面也太性感了吧 背面也太性感了吧 背面就是做U0 但是他有這樣 比較差的感覺 很漂亮 然後我們一樣可以拉成斜肩 拉成斜肩 或是你喜歡就是 這樣子平平的 一字零也可以 對 都可以 然後這個裙子也是 剛剛介紹過的 就是那個 剛剛可瑜穿的那一件 黑色剩下S號 對對對 但是我覺得 M號的人好像也可以穿那件 因為 對我而言我覺得 反省有一點點的瘦 對他後面有做鬆緊 對他後面是 腰是鬆緊 所以我覺得我現在穿是還可以 就是還好 但是會 就是M號的人 應該也是可以穿這件的 然後一樣是 楓葉色系的 穿搭 嗯 好 好了 好了 我說我說 因為楓葉色系 他可以搭黑色 或者搭杏色 或者是牛仔色 其實都還蠻好看的 就是你的上衣如果是這種 比較稍微重 因為我們大家都一般都會 以前我們都比較常穿 那種粉色啊 粉色 粉色 粉色系的感覺 對啊 上衣是莫戴爾沒有錯 他已經插到了 對 Peggy的上衣是MIT背後交叉造型寬體 是莫戴爾面料的 然後他有 白色黑色焦糖咖 芥黃玉紙 好多顏色 要給大家看一下耳朵 好像也是 這禮拜的 可是這個 上禮拜五的 上禮拜的 夾式的 這個顏色好像沒有 是喔 不好意思 還藏起來 因為 禮拜五的夾式都太美了 裙子好看 夾式真的大家都要趕快搶 裙子好看 裙子就是 到明天早上十點 特賺299 好痛喔 然後有 白色黑色卡其色紅色跟藍色 這件外套 之前你們有買的 現在都可以穿 我覺得現在 滿適合現在穿的 因為露比有 傳露比要不要露個 露比要不要露個 露個穿搭 因為露比今天是穿 咖啡色吧 化鞋 每個型都露影 黑色配卡其 這邊黑色配卡其 然後我是這樣子 風夜色系 然後它是這樣子的話 有點個性感覺 也不錯 對 這個現在有預購可以 可以購一點 對對對 這件還要拿 蠻多顏色的 我剛剛看到這件外套 我覺得好像 因為現在有點涼涼 天氣已經變涼 所以我覺得 大家可以 薄的珍珠外套都可以購 這個是上禮拜的 可是因為這禮拜的都賣完了 對 所以我就想說這個 以前推薦給大家 因為它有幾個顏色 也賣完 姓色好像也賣完 它比較Lady 大家最近好像也都喜歡 姓色 就是這種 雪棒材質 是蠻好看的 蠻好搭配的 蠻好搭配的 或者說直接變成鋼琴老師 鋼琴老師 鋼琴老師 這樣好像還可以 當上衣穿 對 就是色系的東西 就是不用開扣子 然後直接 直接鋼琴上去穿 好像可以 對 好像也蠻好看的 然後姓色的 綠色 的 黑色 我自己比較少黑色的檔印 你比較少 對我自己 黑色常常都會最多 對啊 這樣看 這樣看不到它的紋路 這是有點 它是有羅紋的 羅紋的 比較多姓色 姓色蠻彈 很彈 對 彈性好好好看 它也可以變得有點寬寬秀的感覺 然後它的厚度大概這樣 會到現在的 現在很適合穿 那你也可以反折 你的袖口反折就變這樣也蠻可愛的 嗯 好 接下來 可以嗎 是我嗎 是 哈囉 好可愛喔 這件 我身上的件是昨天想有跟姓家 在聖遍播之後就賣光了 只剩下白色 它本來還有 卡 卡色 跟迴染色 這件是撞色領片 學仿襯衫 它這個白色 它其實不是純白 它這有一點迷奶油色 也是有一點秋天感覺的 然後這個領片很可愛 昨天有人問說這個繡線是黑色還是深藍色 它是黑色的 黑色的 它是奶油色的上衣 然後配黑色的繡線 很可愛 好多喜歡的都賣光了 對啊 這件也很可愛 然後這個褲子是 褲子是帥性口袋麻料短褲 它也是麻料 它除了咖啡色還有紅色跟藍色 然後這件也是很舒服 而且也是 它這個顏色也是很可愛 就是封葉色 就是很符合今天的主題 然後配鞋子或是牛筋鞋都是很適合 就是很秀天的感覺 就是很秀天的感覺 好像以前戴一個帽子 帽子 你要看格文 格文的會不會太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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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還好 可是卡紫色的好像被偷走了 被偷走了 那我再戴看這個 還是毛利女頭上的天氣 這個是格文的帽子 好像要戴咖啡色比較可愛 我這樣有戴對嗎 好像其實它都可以 因為它那個 其實都可以 可以自己拉那個帽型 它是貝雷 歌文貝雷帽 我這樣好像要去英國 對 好像穿在 好可愛喔 可以幫我戴一下 才好戴這樣 對對對 搶起來 它很像那個什麼 爆頭 很可愛 什麼的 這個賣完了 我自己也沒有買到 我也好傷心喔 這個是卡其色的 小羊頭上的是黑色 黑色的 如果像楓葉色系 我覺得咖啡色比較適合 賣完了 這個就跟我的褲子 還有靴子 是同一色的 昨天套改靴 我要確認過 哈哈哈哈 但我就覺得 這裡放很多學院的 就是這個 這個 昨天小羊直播 穿得超學院風 對 昨天我跟妳家家 要拍照 三秒拍照時間 大家可以截圖喔 到了嗎 可以截圖喔 大家快點截圖 快點截圖 這個只剩下這個顏色 所以也是 要快 因為灰藍色 我昨天是灰藍色 配蛇藍色 也是這一屆對不對 可宇也是用那種 銅色系的搭配 就是奶油色 配咖啡色 它其實也是 同樣一個色 色階嗎 還是色調 是色什麼 色階色調 色白學 銅色系 這次叫做 色階嗎 不是 色調 銅色階 銅色階 銅色階的 有英文風的感覺 廣告學 我要坐飛機 哈哈 要去哪邊玩 好像可以 夾式耳環什麼時候上新貨 夾式耳環什麼時候會有新貨啊 小姨 我點忘了 下 下週有嗎 下週沒有 下週沒有 這個月還會有 可是還不 正確的 這個月也會有正式耳環 是到 10月23 好 10月23 10月23 夾式耳環 哇 我們的小姨女神 哇 哇 跟以前不一樣的風格 新髮型 然後跟 就是女神的穿搭 你要不要介紹你身上這件洋裝 他那時候也是設計的時候想很久 他就是那個 兩件式的那個蕾絲的洋裝 這件是唯美蕾絲兩件式 對 他是哪裡兩件式 是外面這個 外面跟那個裡面的內裡 是可以分開穿的 是可以分開穿的 開開的 然後這邊是有個 蝴蝶結 蕾絲這邊 蝴蝶結 蝴蝶結 哇好白喔 對 然後他的內裡其實道蠻長的耶 嗯 因為有的通常道這邊 他是跳很長 對 小姨 泡泡秀外套 泡泡秀外套現在只剩下 小姨身上的咖啡色 其他顏色都賣光光樂 大家真的很喜歡 很喜歡泡泡秀 欸那件泡泡秀外套 很久之前大人在問 就之前形上有拍到 對啊 然後就很快就賣了 也是人手一件 這件外套我要說 他非常的紮實 他真的會 他真的會熱 嗯 真的會暖的那一種 然後那個洋裝還有一個 酒紅色 酒紅色很漂亮 酒紅色搭配 那內裡是配 酒紅色我覺得我可以配我的色 酒紅色 他配的是這種 粉色的那種內裡 很漂亮這個粉 很像蜜桃粉 蜜桃粉的一色 然後我們上 你其實 有時候也可以上面搭個 大學系也可以 有時候可以看你服穿外套 可以嗎 可以啊 你白套要反光了啦 所以我就內衣 我有穿內衣 他這個是米色 然後他有這個蝴蝶結 可以看到你全身到哪 全身到哪 老衣好白喔 腳踝的地方 這個很女生 這個我覺得也可以穿去婚禮吧 對啊 好漂亮喔 這套很有氣質 而且才690 兩件事 這套才690 怎麼那麼平 很划算 對 而且我覺得跟這外套很搭 很搭 現在這個天氣穿剛剛好 我覺得我這樣子搭黑色的學院 好像也很可愛 這種感覺 鏡頭瘋啦 鏡頭瘋啦 最近我等一下去試穿 可以試穿看看 那我這個外套MOLI有試穿 性色 然後他也是搭配 小羊身穿穿的那個 擺摺裙 擺摺裙 你的帽子 戴導致有點像 麵包師傅 哈哈哈 MOLI身上的是 浪漫女孩和葉玲蕾蕾 蕾絲上衣白色的 跟剛剛有比在身上的擺摺裙 跟泡泡秀杏色外套 但是杏色已經賣完囉 只剩下卡其色的 這個是擺摺 它是很舒服的材質 你穿會太大或太緊 還可以 它的長度好像你150也是可以 對 就是剛好過膝蓋的 不會到太長 而且它很輕耶 就飄飄的 是透氣的材質 這是有質感的那種摺 對啊 然後也是 它算是大的擺摺 然後我想介紹一下我裡面這件 它是 就是 有很可愛的蕾絲花板 然後它這邊有小高麗的 然後它裡面到這邊的材質 都是蕾絲的 小花瓣 是漂亮的蕾絲 對 漂亮可愛的蕾絲 然後是搭這個 泡泡秀外套 你也是很拿鐵耶 就是很豐葉整個 帽子跟裙子 秋冬的時候我喜歡駝色一點的搭配 大地壽戲 有人問外套姓色會補過嗎 姓色20號的時候會再補皮 20號 10月20號 10月20號姓色跟藍色的 泡泡秀外套還會補過 都會補過 所以可以趁那時候買 而且這個真的很好搭 你自己是不是買卡其色 對我買卡其色 因為我覺得卡其搭黑色很好看 帽子有賣嗎 沒有喔 有賣的是我頭上的這一頂 哈哈哈哈 Rolly要不要最後再在那邊繞一圈 轉一圈給大家看一下 而且這個它後面好可愛 這要賣完了 你說到什麼 這個啊 它這樣 可是還有卡其色可以買啊 勇滿的感覺 然後卡其色就可以 大家剛剛雅筑說的 就是比較杏色的裙子 就有個 如果你上面買卡其色的話 這邊就可以搭杏色的裙子 這邊就可以搭杏色的裙子 已經有點像復古的感覺 好可愛喔 旁邊的針織外套 那個嗎 這個剛剛有介紹過嗎 對 剛剛有介紹過 不然再拿一次給他們看好了 這個 這個剛剛有介紹過的 針織外套 針織外套 裡面蕾絲美美的 然後換下也會出來了 換雅筑 哇 雅筑又變回甜美了 這個包包也是這宗的新品 然後我這個裙子呢 它的材質是比較綿麻的 綿麻 而且它前面有做小開場的設計 就是會有點微性感的感覺 然後它有三個顏色 三個顏色 雅筑身上穿的這個是 休閒日常棉麻疾西裙 有棕色粉紅色跟深藍色 它現在身上穿的是粉紅色 然後它是兩件組合夾 兩路798的 對 但是它的上衣也是下 也是16號的 下落下落的新品 也是16號的新品 跟剛剛那個不太一樣 它這個是一字零的 跟剛剛Molly穿的不太一樣 剛剛Molly穿的是高零 這個包包超可愛的 就是它裡面 它裡面是不是還有一個小包包 有一個小零錢包 超可愛的 好可愛喔 這個是 芭比女孩容面水桶包 然後-50錢包 它這個 還有就是 配件都快要買完了 這個還有 也是機會 機會要把握 裙子很特別好看 要不要再給大家看一下裙 好啊 重點是它有開菜 先開菜 就是可以有個微性感的感覺 看起來腿比較臭 走落的時候會若銀若銜 那轉過去讓大家看一下背面 你幾公分 我幾公分 嗯 160 所以它160穿起來是到 剛好遮住膝蓋 對 遮住膝蓋 算蠻剛好的 有人說這顏色好顯白 而且它顏色真的很可愛 它是有一點美 有陶 有點野眉的感覺 就不是那種淺淺粉 不是很俗的那種粉 就是很有氣質的粉 有人說收到包包的實體超級美 好快喔 好快喔 也太快了吧 這麼快要收到包包了 包包有藍色的 藍色 裡面還有一個小包包 對 裡面還有一個小包包 裡面還有一個小包包 而且它的那個 它是漆皮的感覺 就有點雞皮的 還蠻有成的 雞皮 雞皮 我這樣摸搭感覺 很舒服的感覺 就是初秋感覺就是要有這種 彩質的包包 有人說藍色的也很美 對啊 藍色的很可愛 我覺得兩個都可以買 就可以包色 就是媽要背一個 姐姐背一個 之類的 媽媽跟 媽媽跟姐姐 一起背 買兩個一起 那個 芽芽在旁邊等了 你們 芽芽先出來買 小羊 都可以 都可以啊 要不然芽芽先出來好了 嗨 嗨 我又出現了 然後 我今天要 今天穿的是那個 刷破的牛仔褲 可是我會選這一件是 因為它其實不是 很長的褲子 所以我穿起來會剛好在那個 腳踏的地方 就是看起來會比較高一點點 這樣看起來就會變得 這樣子 芽芽身上的這一款 牛仔褲名字很長 顯瘦必備款 刷破不收 邊盤 另牛仔褲 她說什麼 可以上 這是 上衣 袖子可以往上拉穿嗎 是說 我嗎 往前一點 我現在還沒拿 我現在還沒拿 這邊有電線 是不是 等一下 你們這裡要小心線 這邊 這樣嗎 一到這邊 這樣 這樣好了 好 好 謝謝 直播出了一點狀況 有客人 有客人 芽芽推哪一個顏色的跑跑秀 客人外的 這是卡其色的 現在只剩卡其色有貨喔 我自己買的還沒有收到 這個 剛剛好嗎 剛剛好 對以前呢 對我找到剛剛好的褲子 然後這件褲子它穿起來 這邊是大腿的 看不到大腿 現在拍不到 對 這邊 這邊是有一點點 比較合的 但是它還是很好那個 就是活動 彈性 因為彈性很好 這件彈性很好 芽芽身上的是中藍 它除了中藍之外 還有淺藍 然後這件外套啊 就是大家一定要買 因為很好搭 有人外身高 芽芽153喔 對 然後因為我要配這個帽子 所以我用選的這一件 上禮拜也要穿的 對 傳統色系 然後如果想要休閒一點點的話 其實可以穿那個 護鞋休閒鞋就好 芽芽穿S喔 有人問是中腰嗎 中腰嗎 對 善中高腰 就會比中腰再上去一點點 因為我肚臍在這裡 好可愛 哈哈哈哈哈哈 可是 就是只能到這邊 因為已經 剛好有很多 對差不多就是到這裡 換小瑤 好 我又換一套 這個是我私心 私心想要推薦給大家的 就是 嗯嗯 很可愛 它這個是兩件連在一起 夾兩件 就是已經幫你配好了 嗯 就不用再想要配什麼了 就是它這個肩帶是 它掉不下來 哈哈哈哈 因為 這邊是做那個 就是接一起的 然後這個是 用紗去做的 橫色的紗 對 這好可愛喔 嗯 然後 我剛剛本來是想要搭高跟鞋 可是後來覺得 其實我自己是會穿那種 布鞋 布鞋的感覺 比較可愛 沒有這麼成熟 然後它做的不是 我沒有做到很 很有腰身 是做那種寬鬆的 寬鬆的 就是很輕鬆 你平常上班也可以穿 然後或者說 你 要 我覺得這個參加婚禮 應該也可以吧 是比較休閒的感覺 然後我配這種 這個 這樣 花的兒環 好可愛喔 對啊 有人說好仙女喔 這一套就是 可是我覺得它不會造很甜美 這個是剛剛好 對 剛剛好的甜 小楊身上的這件是 清新浪漫蕾絲 加兩件事 它有黑色 而且這樣就不用想搭配 對 因為有時候 好重點是 因為我怕穿無袖的上衣 因為如果 手臂比較肉肉的話 有一點點袖子 我就會比較敢穿 然後現在這片子可能要拉起來 要不要靠近給大家看一下細節 好 蕾絲 但其實這件還好欸 它其實算 有點 不會太 不會到很熱 我覺得現在 而且它的那個花好可愛喔 對 有拍到嗎 掰掰 他們掰掰不會拍到 掰掰 MQ MQ 掰掰 然後我 因為我今天是粉紅色 因為我們其實剛剛是楓葉色系 我想要邀請雅傑 雅傑 甜美主 雅傑又回到甜美 嗨 他們都是白粉 的搭配 對 可是我的這個粉 其實帶一點點膚色 然後雅傑的這個粉 其實是帶一點點玫瑰的 玫果的感覺 就是不是說 很粉 味道太粉 就是你可以穿 就是比較 歐妮感覺的 歐妮 歐妮 對阿 我覺得你應該要再加一個項鍊 就更歐妮 請戀嗎 請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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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好了 它已經賣完了 但是我覺得可以介紹一下 好可怕 今天會不會穿太多 我們又不小心追加了 對阿 我們其實本來想說 只要幾個而已 我們為什麼大家都換了 所以我們追加了 我們每個人都換 我們原本是設定 不要這麼多 每次都失控 會透嗎 這邊是故意做透機的 這個 這邊 這邊 然後可是 這邊是不會透的 這個蕾絲完全都不會透 算厚的吧 這個蕾絲 蠻厚的 因為它的內鱗也很厚 拍不到 你摸摸看 這個 是厚的 太高了 沒有拍到 它裡面的內鱗 不是那種會飄的 是會垂下來的 對 比較重的那種 是 稍微有點挺的 所以它這邊感覺會比較膨一點 嗯 我穿個高跟 嗯 嗯 沒有啊 Peggy好了 沒有人 想看你們穿高跟鞋 等一下下會有人穿喔 黑色景念會補貨嗎 所以現在賣完的是黑色是不是 兩個 那個 好厲害 跟鞋來了 好了差不多 跟鞋看起來更修長 跟鞋就是滑線下去 這也是這禮拜有上對不對 對 這顏色好可愛喔 婚禮啊 我們每個禮拜都要加一點婚禮的那個原始 對 很喜歡參加婚禮 很喜歡參加婚禮 對 你說沒有邀請也要 還要參加婚禮 對 不好意思我們就走下去 對 也要接 沒有戴 沒有戴 如果這套想搭帽子 可以搭什麼帽子 有點難耶 我覺得這套不要搭帽子耶 可是 我覺得髮型 我覺得小羊這樣 髮型很適合啊 公主頭 這樣好像會 如果搭帽子 可以嗎 戴帽子我覺得配球鞋 配球鞋的話 你要配棒球帽 或者說貝雷帽都可以 可是我現在這樣搭 我覺得貝雷帽 應該棒球帽 對 可能像是蝦 這個上衣 它是 夾兩件喔 所以它不是上衣 它是一起的 這件是七百九喔 然後它是刻意做透膚的 透膚的混色 那還是 對啊 我佩奇在旁邊很久了 妳還有嗎 沒了嗎 不然佩奇先介紹好了 直接穿 禮物 今天的禮物 要把佩奇送出去 佩奇好像每次都穿到禮物耶 對啊 剛好紅色吧 對 我現在穿的比較 我覺得好像婚禮穿這件 會有一點浮空 如果跟小羊比的話 不是啊 會不能穿紅色 可是妳這個有黑色的 所以就可以穿黑色 不能穿大紅色 不能穿大紅色 除非是近 新娘穿紅色 媽媽感覺可以穿 對 親家母 對 親家母可以穿 然後像媽媽的話 他們是裡面穿 條紋的上衣 然後我為了要詮釋正品 嗯 穿細肩帶 但是這種天氣的話 可能我可以加個外套 可以加個外套 可以加個外套吧 可以加這件 然後就看起來會比較 休閒一點 現在佩奇身上的這一套 是質感細折套裝 它是上衣跟寬褲一起賣的 而且它有黑色跟水紅色 是今天直播 分享留言 公開分享留言 就可以抽的禮物喔 而且它可以分開搭 就是你可以直接單穿寬褲 然後搭T恤之類的 或是搭學房 而且這個昨天有人試穿之後 就驚艷 他就說質感怎麼這麼好 就是 是真的很漂亮 很漂亮 很漂亮 它穿起來有點像歐美的那種感覺 有時候要出席 比較正式的活動的時候 就可以穿 如果你把它上下一起太紅太艷的話 就可以分開 它還有黑色的 就可以分開 對 然後我很喜歡它的這種 皺褶的 皺褶 拿下來一點 這種感覺 對 我覺得紅色很顯白 很顯白 對啊 你剛剛擺到要不見了 對 而且它的布子的長度剛好到 它也到全層嗎 對 我現在是有搭高跟鞋 所以長度剛好 會到比較長一點 我覺得那個有質溫抽皺的布料 其實會讓你的 腿看起來很長 對 所以原本如果是肉肉的女生 你穿一點點這樣壓折的 我覺得更好 因為我自己最近好像發現 然後就是買很多壓折的東西 而且它有落地 所以感覺腿更長 下白是做一點點 會顯胖嗎 不會顯胖 趕快 我們要留言分享 就會抽出 喜歡Peggy身上這一套嗎 趕快把握最後的機會 倒數我們已經直播太久了 還有一點我們要說 生日呢 活動 活動 我們剛剛說好了 這是我們 你們很喜歡玩那個翻盤的小遊戲 翻盤的小遊戲 它到明天早上10點就結束了 然後你翻到可以的那個 折價券的電子的代碼 也是到明天早上10點就使用結束了 到明天早上10點 10點 所以我們如果現在買 使用跟遊戲 都10點結束 那可以一直玩 就是如果你沒有抽到50塊 就可以 就是可以一直翻到200塊 那我們請那個製作人出來 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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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剛剛一直有人想要看的 洋裝出選人 他是翻牌遊戲的製作人 許願款 最後 今天最後一套囉 等一下你翻牌遊戲 要不要講 為什麼 他會有翻牌遊戲 因為我想要讓客人 你在當什麼 因為我想要讓客人 因為我想要讓客人 就是有一種 就是 一起慶祝的感覺 對一起慶祝的感覺 然後想說做翻牌 而且跟以前的那個遊戲很不太一樣 然後我想說可以跟大家一起歡樂 最後一套多少錢 我都沒有 200塊 那要用到什麼時候 蛤 明天早上10點 所以要趕快去翻牌 有翻到牌 然後有代碼 還沒有用的 大家要記得 明天早上10點之前要用掉 沒有用到很可惜 那用到就沒有了 200塊滿多的 而且明天早上10點結束 我現在可以一直翻 一直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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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翻到200塊為止 有人好像是會做筆記的 對 做小超 而且小朋友 小朋友很適合玩 你可以很適合給幼稚人 跟國小的人 他們都記憶力很強 對 而且他們沒有限時間 所以你可以偷偷作弊 可是只能翻8次不是嗎 對 做筆 製作人身上穿的這個 製作人 今天穿的是約會的穿搭 雅潔身上的是 唯美飄逸蕾絲長洋裝 有粉色白色跟黑色 590 男友有覺得你改變風格嗎 有 他有發現我穿 真的假的 他喜歡 你看他的微笑 哈哈 很甜 很甜 對 其實我以前出門是不穿褲子 喔 他喜歡穿褲子 對 是喔 怎麼那麼特別 他每次都喜歡穿短裙 他可能覺得裙子就不能帶你去 爬山什麼的 可能有點麻煩 對啊 他很大 他很大 你好 他想說你穿褲子還可以帶你去爬山 我們三個這樣好像很適合 去 去婚姻 29 他洗衣褲 他洗衣褲 可是像Peggy好像氣勢會太 氣勢 氣勢 氣勢太 太那個了 他這個可以參加宴會 嗯 就是 出行一些什麼 活動 對 那麼你們 要不要 要不要 要不要最後再跟大家說一下 贈品 喜歡正中間Peggy穿的這一套 就趕快留言分享 快要結束囉 就有機會可以抽到這一整套喔 好 那要不要跟大家說拜拜了 你們三個 好 今天 直播的時間很長 拜拜 心情報見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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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